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纽约时间2015年1月6日星期二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美股报道 我是赵冰晶 今天的纽约是下起了大雪 整个曼哈顿在白茫茫的雪景当中 被映衬得格外亮丽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今天股市的惨不忍睹 首当其中的就是跌到根本停不下来的油价 在昨天油价跌破50美元之后 今天油价是继续大幅下滑 跌破了每桶48美元 导致开盘走高的美股 五盘之后也坚持不住了 全面下滑 造成今天油价如此大跌的原因 可能是经济数据方面传来的不利消息 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SM 发布的12月份服务业调查显示 至于涵盖零售房地产 多个重要领域的主要业务部门 增速是环比下降 相关指数是跌至56.2% 低于市场预期的58% 同时Market发布的 美国12月份服务业报告 也不令人满意 该报告显示 12月份服务业的增速 是创下了去年2月份以来的新低 这主要与新业务和雇佣指标的增长放缓有关 而12月份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的中值是53.3% 明显低于11月份的56.2%的中值 另一份雪上加霜的报告 是美国商务部的报告 显示2014年11月份 工厂订单环比下降了0.7% 为连续第四个月下滑 这表明美国制造业的活跃度和整体经济的增速 开始放缓 明天美联储将会公布 12月份中旬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的会议记录 在上次的会议记要当中 美联储主席耶伦的一番耐心加息的讲话 是扭转了股市的乾坤 而市场也非常期待这一次联储主席会不会积极救市 其实美国最新的经济数据欠加指示 今日油价下跌的诱因 而国际市场油价重挫的几大基本面因素 依然没有好转 包括世界经济增速减缓 导致需求低迷 主要产油国不减产甚至增产 美元走强压制以美元结算的油价等等 而今天非常令市场关注的是 有着债券大王之称的Bill Gross发表讲话说 好的时光已经结束了 很多资产将在2015年收跌 债券投资人通常相比股票投资人 对经济前景看得比较深远 他们调低2015年利率回报的举措 也表明他们看到了今年的市场 截止收盘我们来看一下三大股指的具体收盘点位 道琼斯公益平均指数下跌130.34点 报17371.31点 跌幅为0.74% 标准PRO-Y指数下跌17.97点 报2002.61点 跌幅为0.89%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59.84点 报4592.74点 跌幅为1.29% 标准PRO-Y指数连续5个交易日下滑 为13个月来最长连续下滑时间 今天纽交所的交易量换手为9.16亿 纳斯达克交易所的交易量换手为19.9亿 交易量相对比较大 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周二收盘再度大幅下滑 4.2% 报每桶47.93美元 今天美元汇率进一步上升 市场避险情绪浓厚 导致黄金上涨1.3% 报1,219.40美元 板块方面 毫无疑问 能源板块零跌 抗费石油 交易代码为COP 斯伦贝谢 交易代码为SLB 等主要能源股 都有2%到4.1%的跌幅 道指成分股 雪佛龙 交易代码为CVX X美孚石油 交易代码为XOM 反而表现不错 其他走弱板块还有消费者非必需品 能源 金融 科技板块 走强的板块有消费者必需品 医药 电信和公共事业板块 其中电信板块FEDEX 交易代码为FDX 被UBS调集至买入 今天股价收平 个股方面 连锁药店沃尔格林 Walgreens 交易代码为WAG 今天是宣布 去年12月份 铜电销售额增长了9.2% 好于市场的预期 而女包品牌 COACH 交易代码为COH 是宣布已经同意了收购高端女装鞋类品牌 Stuart Whitman 交易价格是高达5.74亿美元 受此影响 今天COACH股票价格上涨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美股报道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期待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